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朝的放宗也是一个清官 当时人们在苏州当官的时候非常清廉 人们叫他放映清天 大家可能听过一个人叫包清天 开封的时候包清天是宋朝的 明朝去赞他这个人说是放映天 这个是什么特别呢 一件事说完了 印象很深刻 话说他回到述职的时候 当时人们就夹道要送很多礼物给他 古代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这样送礼 有点贵禄 要他说些好说话 这个放宗当时竟然作了一首叫拒礼诗 拒礼诗就是拒绝礼物的诗 那首诗的内容是什么呢 他说清风两宗朝天去 但异明了 清风两宗什么都没有 朝天去 天当然可以解成天字 然后他后来说不带江南一串棉 就是我连江南一串的棉 我都不会带上去 所以这首拒礼诗是非常出名的 就是清风两宗朝天去 江南一串的棉都不带走 所以我们看到做人的时候非常清廉 所以两个故事 一个是清水 一个就是不带江南一串棉 都是非常令人深刻印象 可以讲清官的故事 清廉的故事 也可以讲送礼的故事 非常好记忆 今天一集就到这里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